各一個嗎 好 六十 三種各五個 好 好吃啦 今天算很少人耶 因為我住得上而已 所以你看沒人就快來買 對啊 每當燈烤氣息混著麵香 飄散在三重龍門路的棋樓下 指針肯定又是轉到了 下午的點心時刻 酥酥的 它裡面有蔥跟豬油 舊排胡椒 小酥餅第一名 招牌胡椒餅 豬肉飽滿著鮮美湯汁 在薄脆的餅皮下 溢出誘人的鮮香 而小酥餅也有內涵 三星蔥的辛香富裕 美雅滋味 也讓人一口著迷 但事實上 距離中午的正餐時間也沒多久 蔡振鈺和陳佩玲 就是有辦法 把中心耿耿的滋味家 給聚攏過來 店門口接龍的畫面 早已是附近鄰居們 習以為常的日常 眼睛要看 動作要看 眼睛睜開眼睛 都是很大的壓力 謝謝 就是第一個怕客人等 又怕說這樣子太趕的話 現在員工又太累了 所以我們能傾上 就自己傾上 好 多少 美美幫我看一下 一個胡椒三個小酥 陳佩玲的壓力不是沒有原因 蔡振鈺坐鎮掌管的三個大爐 先蓋時間分別錯開 招牌胡椒餅一次出爐 最多只有三十個 只包蔥和豬油的小酥餅 八十個也是極限 前一個客人一次買多了 後面的只好再等下一批 擔心耽誤到人家的工作時間 也難怪陳佩玲神經緊繃 說什麼也沒法放鬆 沒通過西洋沒通過春 你只要排隊等 反倒是最接近 預熱中心的蔡振鈺 心境顯得相對淡定 沒有讓三個大烤爐 輻射出來的高溫 燥亂了心神 既然好吃的東西得要現做現烤 沒辦法預備起來 那麼等待也就成了 免不了的小小煎熬 陶客們付出點時間成本 倒也心甘情願 這點信心蔡振鈺還是有的 麵皮是軟的 然後肉是重的 你倒了 不好洗 它就一直留下來 會像水滴一樣 麵皮要均勻 然後要稍微給它提拉一下 然後肉往上推一點這樣子 你不要說 放到那個整個麵團都火 浮掉了 就是還有筋性的時候就貼上去 然後貼上去的時候速度要快 火的溫度要馬上起來 把那個麵皮瘦乾 瘦乾 它就不會掉下來了 上一批出爐後 下一批緊接著上場 先空燒到250度 然後稍微降溫 再快速將餅貼合 利用爐壁的溫度 將麵團的底部烤熟 迅速吸附 確保不被地心引力拉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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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